11月20日美元上涨 因全球股市遭遇抛售 引发避嫌买盘 且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使得油价异度跌于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三 欧元对美元下跌 受欧洲股市下滑的拖累 英镑对美元下跌 但是英镑对欧元上涨 此前英国首相梅周二表示 他与欧盟谈判达成的英国偷协议 适用于英国所有的地区 美国股市周二连续第二日遭到抛售 能源股跟随油价应声下跌 接下来一起来回顾下周二的要闻 一 中国代表说 世贸组织改革必须坚持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二 美国10月新屋开工反弹 三 用技术性解决方案来替代北爱尔兰担保协议 四 中非两国前属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五 国际能源属吞出费客不要减产 六 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稍有上升 美联储获更少加息 商品方面 油价周二重挫于6% 交投放量 美国原油价格跌至一年多来最低水平 应市场对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 助长了对于原油需求的担忧 自十月初美国原油价格接近四年高点以来 油价的下滑基本上没有受到抵抗 美国原油价格已经下跌了30%以上 有交易员认为 美国页岩油产量增加和经济前景恶化 将进一步降低油价 市场人士表示 随着抛售加速与聚焦宏观情势的基金公司 近几周纷纷回调仓倍 晚节时候API公布的数据显示 原油库存意外录得减少154.5万桶 结束8周连续增加对市场带来的利空 这才得以使油价跌势放缓 美国股市周二连续第二日遭抛售 能源股跟随油价下跌 零售商板块急措 因此前发布的疲软利润和财报预期 增添了投资者对经济增长的忧虑 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外汇方面 美元周二上涨 创下两周来最大单日涨幅 因全球股市遭遇抛售 引发避嫌买盘 且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范 欧元对美元下跌 受欧洲股市下滑拖累 欧盟和意大利就该国预算的计划冲突 持续进行 令意大利银行股触及两年新低 意大利国债再次遭到抛售 英镑对美元下跌 但是英镑对欧元上涨 此前英国首相梅周二表示 他与欧盟谈判达成了英国偷协议 适用于英国所有的地区 兑现了2016年英国公投的结果 以上为本期的新闻回顾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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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